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呢 对我们来说 你今天要给钱 你就给了爽快给这个学院 如果有什么做不规矩的地方 你做到我们 所以请不要呢 一时一样 一下子50% 现在MCA completely out of the picture 什么意思 然后打步楼呢 整个你告诉我VAP跟MCA 我们也不能够让这个大专国有话的 我一直强调拉曼这两所 不是因为我们政党需要 是国家的需要 我栽培的 就算是槟城首席部长这样的人才 或者是西门的部长 我们无怨无恨 为什么 我为国家栽培人才 我从来没有看他未来是加入什么政党 我一直强调的三样 三个元素 你看这个人有没有干预这个学校的校正 第一点 就是招收学生 你有听过马华领袖可以特别招收学生 不扶而挑飞就不能进了 都相信 你不及格 你成绩不好 你是马华党员 说晚不能进就不能进 因为我们交给校方 第二点 当我拼用讲师的时候 或者招收学生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问你的政治背景是什么 也不会问那个讲师你们未来支持谁 不会的 全部交给他校方去做 第三 当成绩考出来的时候 我们说有一个Sanet 大学有一个Sanet 你的成绩考到50分 及格的话 我不会因为某某领袖的孩子48分 我要你给他及格 我们完全交给Sanet 你来处理 请不吝点赞 这边 你不贵 我 你 我